下午3点,于当秋正带领着弟子们练习着明赫拳 在微信群内,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庶民海外明赫拳爱好者也跟着于当秋在线学习明赫拳技法 这是记者日前在福建省武术协会明赫拳研究会内见到的一场别开生命的网络传舞 通过互联网手段学习,让明赫拳空中课堂成为中外武术交流的一道特别风景 受星光肺炎疫情影响,热爱中国武术的国际粉丝无法来到福州 于是,于当秋便开始通过网络传舞的方式传授他们动作要领 下午3点,是莫斯科时间的上午10点 俄罗斯武术粉丝奥涅夫·安德烈一早就登陆上微信群视频 在微信群里,还有不少的海外明赫拳爱好者 为了跟中国师傅学习,他们都专门注册 并用起了中国的网络社交工具 那还有那么多的国际的朋友要学习武术,要学习我们中国武术 那我,好乐而不为,再把它扩大起来,再搞了 所以想不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外国的学生很多一直报名 他们本来不用我们这个微信的这个网络 现在他们都注册这个网络,然后都用我们的网络来进行武术教育 武术动作的线上传授难度更大 为了准确传达信息,于丹秋将动作要领分解教学 一朝一世为视频另一端的习武者进行讲解 他的徒弟则拿着手机拍摄,并用英文翻译 试图地跨国教学实现无障碍沟通 因为他们的工作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上半时间跟我们不一样,而且还有时间差 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就可以把它定期地开下去 一个是展示一下套路,一个是展示一下套路 里面关键的怎么使用,让他们知道一下 于丹秋表示,如今朋友圈不断扩大 还有不少海外名鹤泉爱好者正在注册账号 今后,预计将有50多名海外人士 加进这个习武的微信群 我说在疫情,我要坚持搬下去 让世界的人民用健康战胜一起 他们很高兴,听得很高,压力师傅,你讲得很好 我们武术欢迎于中国,但是也是全体人类 所以全世界人民,让大家都通过武术锻炼 达到身体健康,就能够战性疫情 战胜这病毒,那是大家都很高兴的事情 所以我就说我们要坚持开下空中五冠